您刚才有讲他们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在转 能转的动是因为紫微星作为轴 那他们围绕的那个方向是谁呢 它围绕的方向是那个北极星 北极星是咱们壁画中的沟沉星 沟沉大地 它会于三星间壁画的北壁西侧 在道教的神仙 体系中地位也非常的高 它的功能是携奏约皇大帝 智掌北极和分管天地人三才的 它分管天地人三才 它有一个功能 古人给它附着一个神奇的功能 掌管人间兵戈之势 要打仗的时候要祭拜它 它和紫微之间的关系是 紫微是以它为核心来转的 比如说一个公司 董事长就是那个北极 总经理就是那个北斗 北极星是管方向的 直微星是管发展管功能的 其实还是影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人创造神奇 一个是源于天文学的科学知识 同一个也是人间社会生活的反应 同一个机构呢